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做一個就是鹹水果 這個鹹水果皮 在上一個視頻和大家介紹過 這個鹹水果皮 和煎對皮一樣 我們有五花肉 蝦仁 蝦米 少量的榨菜粒 冬菇粒 我們把醃好味的五花肉 進行拉油 拉到八九成熟就可以了 我們把它撈起 撈起 撈起豬肉後 我們準備把蝦仁 同時拉油 撈起豬肉 放上小許油 把冬菇粒 爆香 然後爆香蝦米 炸菜粒 炸菜粒 把它炒乾炒香 放上我們拉油的豬肉 然後放上蝦仁 然後放上蝦仁 炒香後 放下味料 鹽味糖 胡椒 胡椒粉 放少許酒 讓它炸香 放些生抽 放些蠔油 放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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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少許生抽 放些水 放少許生抽 鹽味油 英動 Legends произÖthis 燒炒醬 燒醬 放入冰箱中,冷凍后再包裹 这个咸水果皮,我们在上一个视频里已经介绍过 我们把它搓完出体 现在咸水果馅已经凍透了 出好体之后就可以包裹了 先把体压薄,开锅,然后中间的手指向下 中间两只手指放下少少,这样能够包裹更多咸 把压薄开锅,开锅,中间两只手指放下 然后把它收口 各位,不好意思,因为这次忘记了炸咸水果的部分 以后有机会补上 油温和炸煎对仔是一样的 时间和油温是一样的 这个皮也是一样的 以后有机会补上 不好意思 我们的咸水果要求就是 外脆来远 起满珍珠坡 金黄色